。 Hello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在今天台股喔 還是呈现一个 挟幅整理格局啦 导盘一度冲高 但是来到绿色这条 月线的压力区喔 就是做一个 创高之后压回 就像我过去谈道 真的空间不大啦 今天 收盘涨4% 3点98点 所以我说指数你不要有太大的期待 就是几角度的上攻 最后一直强调 所以遇到盘中压回这个很正常 因为都是走一个正当格局 那关键在于是说 最近有一些召开法说会的 中小型个股 甚至题材面不错的 它还是走自己的路 我觉得这个观念投资朋友要有 就是说中小型股 它还是会走自己的路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些 强势股把它抓出来 我举例来说 最近市场上也很多人在讲 这一档个股 雍质 6683的雍质 你看最近的股价从100块涨到212 总组涨了一倍 那为什么它可以涨一倍 那为什么法人外资跟投信啊 最近买这么多 我常讲他们看好的就是未来的营运展望 如果你它从上半年的获利来看 其实并没有说特别亮眼 第一季赚1.99到第二季累积赚3.56 三块多 三半年赚3块多的公司涨到200多 为什么 因为未来可能会有爆发性成长 因为在5G相关的一些 风测的一些材料的需求会很好 金测也是一样 哇你看最近 从400块涨到700块 也是相当下的 这就是我讲的 中小型的个股 不管高价低价的 很多被锁定之后 网融最近也喷上去 第一档转强的像技嘉 这时候我们过去谈到的 但是我一直强调嘛 会有新的股票要进场 那我是希望投资人 如果这一波你错过了这一些 好股票 下一波的行情 千万不要再错过 那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播导 我们的免费咨询专线 0800615-888 就是投资人操作顺利 拜拜 小牧师 宗洋 大 Carol 小牧師 小牧师 加油 金奈 小牧师 右上角的订阅内容 给他用力的按下去 我们精彩的分析内容 您也想收看的 在左下角可以观看到 过去的一个记录影片 想要提问 留言区的部分 就是给大家发问的地方 当然千万不要忘了 铃铛一定要记得按下去 才能第一时间收看到 最及时的资讯跟影片